在《斗罗大陆》的最新剧情中,唐三已经与千军蚁皇三兄弟开始了激烈的战斗。 尽管唐三的实力很强大,但是这三兄弟的实力也不可低估。 他们靠着吞噬蚁后不断提升修为。 原著中描述了这蚂蚁三兄弟的成长过程,他们原本都是强大的兵蚁, 因为表现出色,受到蚁后的赏识,成为了兵蚁首领。 随着他们逐渐成长,实力越来越强,已经威胁到蚁后, 此时以后下令要除掉这三兄弟,但是这三兄弟提前得到消息,逃跑后躲过一劫。 但是他们不甘心,于是悄悄返回巢穴杀死以后,并且吃掉了以后的尸体。 随后他们发现吃掉以后能提升实力,让他们变得更强大。 从此以后这蚂蚁三兄弟开始不断吞噬以后,不断成长已经达到了九万年级别, 并且还发生变异长出翅膀,实力也不断提升。 随着大明二明死后,他们开始称霸整个杏斗大森林。 还占领了大明二明的领地。 在唐三到来之前,这三兄弟还逼迫千军蚁族,每天交出三十只蚁后,供他们使用,否则就要灭掉那些族群。 千军蚁族非常愤怒,但是又无可奈何,只能听从命令。 在唐三来到这里后,见到这三兄弟正在压迫其他魂兽,唐三自然要出手击杀这三兄弟。 这三只千军蚁皇的力量很强大,三兄弟联手攻击,相当于二十万斤的力量,连海神三叉戟都能拉动。 不过最终还是被唐三的神级八重矛击杀,获得了他们的魂环。 唐三这次来行动大森林的目的,就是为耗天锤添加魂环。 刚来这里之时,唐三的耗天锤只有三枚魂环。 随着击杀按摩协生虎和人面魔珠,再加上千军蚁皇三兄弟,唐三已经获得了八枚魂环。 主要是千军蚁皇三兄弟,一下就送来三枚十万年魂环。 现在耗天锤就只差最后一枚魂环,等到了大海里,在击杀深海魔金王,唐三的耗天锤魂环就添加完毕。 同时,海神第八口也顺利完成。 唐三这次击杀千军蚁皇三兄弟,不仅获得三枚十万年魂环,还练成了耗天宗神技大巨迷锤,并且成为了魂世界第一人。 因为唐三一次吸收了三枚魂环,整个魂世界从来都没有人尝试过,但是唐三却做到了一次吸收三枚魂环,而唐三吸收三枚魂环的这一幕刚好被千人雪看到。 这让成神的千人雪都无比震惊,千人雪其实早就来到了杏斗大森林,在千人雪成神后,他就使用神念锁定了唐三的位置。 在唐三与千军蚁皇三兄弟大战时,千人雪就在一旁观看,他并没有出手吸吸唐三,而是等唐三完成吸收这三枚魂环后,才出现在唐三面前。 千人雪的出现让唐三大吃一惊,因为此时唐三的精神力已经超越99级极限斗罗,如此强大的精神力,都没能发现千人雪,只能说明千人雪已经达到百计成神。